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拜登跟這個中國 現在為著這個氣球的事情 越搞越僵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家現在開始在討論說 這個氣球事件 你從2月初吵到現在 十幾天還在吵 你到底這個目的是什麼 現在被人家講 原來可能要掩蓋一些事情 時間點我們來還原一下 就在1月份的時候 1月中到1月底的時候 大家有印象吧 當時拜登就卡在這個密件門 還有這個航特的醜聞 甚至他現在也要尋求連任 那這些事情是不是蓋住 用氣球轉移了所有 這個在國內的討論 大家突然轉向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憤慨 就變成美國媒體 全部都在講氣球的事情 還有毒氣的事情 因為這一兩天也爆發了 美國惡害俄洲的毒氣事件 所以人家感覺這個時間點 怎麼都吻合起來 但是你看看中國大陸 態度已經越變越強硬 從一開始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講說 這是個氣象的氣球 可是現在他們講話越來越強硬 比方說汪文斌就在講說 美國美方你們小心 用力過猛閃了腰 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監控國家 他甚至還反問美國的媒體 你怎麼不去報導你們美國火車的事故 這個化學品外洩的這些事情呢 這事情不是難道更重要嗎 對於美國人來說 那我們看看很多的中國的媒體 中國大陸的媒體都生氣了 像是人民日報已經連續三天在炮轰說 美式的民主霸凌 這有必要吵這麼久嗎 那華爾街日報在講說 看到這個氣球案已經讓中國大陸的外交 又開始轉為對美國的強硬跟反美的姿態 因為美國不斷在炒這個流浪氣球 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他們自己的媒體這樣講 原來有這樣子的功能 他講說可能這樣炒了十多天的 這個間諜氣球 白宮的動機不僅是要作為 這個中國的威脅論 這花很大的代價去炒作 這樣流浪的氣球 就是很多的這個戰鬥機 要必須去設下來 還有這個炮的這些錢 那其實都是為了要遮住一些難以收拾的爛事情 那白宮可能也看到中國大陸態度轉強硬 現在慫了嗎 他突然就講說 我們發現到說 就是這個三個飛行物的殘骸 沒有找到 那也沒有證據顯示說跟中國有關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海南島起飛 那有強風吹到了美國 突然美國就是態度軟化 人家想說這個美國是不是看到中國大陸硬起來了 所以他們就講說 我們其實也覺得可能應該是風吹的 那背後的目的是為著美債嗎 希望中國大陸買買美債 可是美國他自己真的要趕緊面對 他這一個毒氣的問題 因為美國惡害二洲的列車出軌 其實從2月3號事情就發生了 一直到2月13號才被美國的媒體關注 人家想說 這10天 那為什麼不關注呢 因為這10天是不是要蓋住這件事情 全部這10天我們剛剛講 氣球炒了10天 就這麼剛好這樣的時間點 是不是要轉移這樣的注意力 人家講說 這恐怕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 有四大有毒化合物 在這一次被釋放出來 而且人家譬喻為說 是美版的車諾比事件 那連美國的記者進行直播報導的時候 立刻警方還衝過來打斷逮捕 然後關押了5個小時才獲得釋放 那美國的記者就講說我遭到逮捕 是因為我當時正在直播 我在告訴民眾他們應該知道的事實真相 美國在怕什麼 怕真相出去嗎 所以現在美國的民眾非常的恐慌 你看看美國的體育記者就講說 二海二洲到底發生了什麼 所以末日來臨的時候 我們都還在看超級悲嗎 這個事情為什麼我們不是在即時 第一時間就知道 隔了那麼久才知道 美國的媒體甚至還講說 二海二洲正在發生一場可怕的環境災難 但是可能你甚至都沒有聽說過 這獨天獨雲已經漫天 但是民眾卻還被這樣 就是警方叫他們說回家 媒體也封口 現在美國是在玩命嗎 這樣壓著不報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所以這樣算一算 可能他們報氣球的事件 就是報中國大陸的氣球事件 大概有96篇之多 可是他們脫軌的報導 真的是不成比例 大概只有10篇左右 所以難怪現在美國自己本身 民眾跟媒體 就是一些知情的人 會這麼的生氣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拜登是不是也想要掩蓋 這個美國的經濟衰弱 他現在新任屬裔 就是布蘭納德 列為首席的經濟顧問 他曾經也加入參與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 曾經施壓北京 要讓人民幣市場化 就是跟中國大陸的交手經驗非常的多 所以是不是因為他抗中水 才被拜登給選中 所以你看到美國的眾議員就講說 現在拜登你這一個抉擇 其實是政治凌駕經濟 金融體系也再次的政治化 你卻無視於美國家庭 在通膨跟利率上升當中 苦苦掙扎 因為你看看 美國1月份的CPI年增6.4% 是高於預期的 所以現在不斷又有 這個升息的壓力出來 如果美國不調高債務上限 葉倫都說 可能將要有這個經濟的災難 因為現在美國正在陷入一個 經濟的死亡螺旋 他們印鈔通膨 然後在升息 然後買美元不買美債 然後又導致了 這個短期收益債的升息 這樣不斷的這樣子惡性的循環 人家講說這高利率的環境 會持續下去 可是2023年美債的利率 可能就要破照了 那就意味著什麼呢 大概有六分之一的收入 全部要用來還債 這是非常沉重的一個壓力 那這時候各國當然也看到 你美國的經濟出了很大的問題 當然要趕快把美債處理處理 中國大陸不說 日本其實也賣了非常多 所以中國大陸他減持了 4400億美元的美債 現在又買進了3200噸的 3200噸的黃金 現在是不是要坐等美元爆雷 所以很多的國家 現在看到中國大陸的拋售 現在已經引發了多米諾效應 全球有35個國家 正在減持美國的國債 恐怕美國要最後一個殺手箭 就是要啟用黃金來還債了嗎 所以這問題非常的大 掩蓋得了嗎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美國的過渡操作已經開始 打到他自己了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說 三枚被擊落的不明的飛行艇 他們說應該不是來自於大陸 但是來自於哪些國家 他們也不清楚 然後有沒有危害 目前他們說應該是沒有危害 好 但是問題就是 你卻用這麼先進的武器 飛機去打他 等於是你每一每都要打 而他們的這些雷達專家 已經在告訴我們 他們說 如果你把你的雷達 拉到這麼高的位置 然後對於這樣的一個 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這種飛行艇 你都去偵測的話 你的整個防空網會癱瘓 會整個沒有辦法運作 因為實在是密密麻麻了 你沒辦法做過濾 而美國的氣象局的專家 他們也說 美國每一年 他們至少放到空中 有六萬枚以上 而他說這六萬枚 有很多是飄到很多的 其他的國家 那也就是說 不只是偵測他們自己的 國家的這個上空 他們也在偵測全世界 因為那是要了解整個地球的 這個科學研究都要這樣做 那各位想 《華盛頓郵報》 在這兩天又公布了 美國的匿名的官員跟他們說 他們應該是已經確認了 被打下來的這枚中國的氣球 確實是民間的一個氣球 而且不是軍用的 也不是間諜 那麼是在海南島放出來 結果美國有監視他 有監視他以後 他有一陣強風 強氣流 把他吹離了 所以他本來應該是 偵測南海的 結果被偏離了以後 一直被漂 有經過幾次的強氣流 所以使他漂到美國的上空 都講得那麼的明白了 好 現在的問題是 美國怎麼收他自己 製造出來的爛攤子 對 怎麼收 怎麼收的問題 對美國人來講 現在面臨一個困難了 對 那中國大陸 其實已經有點惱火了 就是說原本 我已經告訴你是民間的氣球 對 而且告訴你是沒有害 而且是已經告訴你很遺憾了 這個真的是失控過去 你把它小提大做 而且你把它炒作到這個地步 坦白說 中文大陸現在已經有一點 一定有釋放出一些訊號 說你小心閃到腰 你要氣球我給你 你要多少氣球我都給你 那這個時候給你的氣球 那就是有意思的氣球 那你抓不抓 打不打 那你到最後你的飛機掉下來了 摔死了 然後你的導彈打了以後 沒打到 掉在民宅 這個時候叫做 小心你掃了腰 閃了腰 我覺得這意思已經 越來越明白了 那也就是開始要爭鋒相對了 你既然說是我的 我就告訴你 什麼叫是我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我們不解的是 歐美的媒體 坦白說真的很不解 第一個是北溪被炸 這個是國家的恐怖主義的行為 而且是影響到整個歐洲人 因為他有國營事業 跟民營事業的參股 然後所建的這個民生的設施 而這個民生的設施 被國家恐怖主義炸掉 影響到上億人 歐洲人的生活 然後竟然歐洲的媒體 美國的媒體輕描淡寫 或者是不報導 這一次的火車的 化學火車的爆炸事件 影響這麼大 對環境污染 對於生物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竟然美國的新聞媒體 輕描淡寫 坦白說 當有人 有媒體人進去裡面要直播 其實他沒有影響到 他當天的州長的一個講解 他說這樣子被逮捕 新聞自由何在 我覺得美國已經把自己 墮落到一個讓我們都無法理解 而且他們的媒體人 也已經沒有正義了 沒有道德勇氣了 這個才是最大的恐懼 好 我們來問一下楊老師 這個火車出軌事件 是在披茲堡的北方 大概一個小鎮 附近大概有將近 4000多人的居住 當場的出軌 38輛的火車廂出軌 然後另外造成12架 12輛的火車廂也受到影響 所以加起來50輛火車廂 而裡面都大概大部分搭載了 嚴重的化學的這些物體 當場馬上被框起來 因為當然 它2月4號發生的時候 我看一下紐約時報到今天為止 從2月4號到今天 四篇報導 2月4號一篇 但很小的報導這個事件 然後2月6號有兩篇 一直到2月13號才第四篇 再告訴我們說怎麼回事 到2月13號的時候 它那個附近的 從賓州到西維錦亞州的水公司 然後這些政府才告訴大家 大概在10號到12號期間 這已經發生一個禮拜了對不對 空氣沒有偵測到有毒物質 水的監測沒有偵測到有毒物質 各位一個禮拜了 那一個禮拜事實上是被封鎖的 然後有沒有在做這個驅散 那現在允許部分的人回去 我要質疑的是 我看整個美國的 這個新聞的這個報導 在那段期間那個禮拜 2月4號到這個差不多 就2月10號 12號左右 很少都是小報紙 地方報紙在報導 《紐約時報》就一篇過去了 第一個 大家那個時候都在看氣球 因為CNN在看氣球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要提醒大家一個時間點 為什麼拜登要在2月4號 把氣球打下來 因為2月7號他要做國情演說 對不對 你想想看他如果不把這個打下來 我們講氣球這一塊 他那個進度到國會的時候 就被人家虛 從頭虛到尾對不對 同時這個列車的就是說 有毒物質這個爆炸出軌事件 如果說他被廣泛的報導 他覺得會造成恐慌 而且資訊不明 這是美國媒體自己講的 可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一直到10幾號才亮報導 是不是也在幫拜登 去避免這個事件 影響到他的國情演說 影響到那個氣球的問題 我另外講美國的主流的自由媒體 對於拜登的兒子 杭特拜登 從來都不去報導 他什麼樣的這些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所以沒辦法 因為現在拜登總是比川普好 所以總是要幫拜登的忙 我覺得孟成都大概是出於 這樣子的這個想法吧 不管是從氣球到歐哈尤的 火車的出軌問題 楊老師 我覺得汪文斌說的散到腰的意思 是我們聽得懂 說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一件事情 你不必費這麼大力 那你要小心 你自己的話 反而傷害到自己的傷筋動骨 的這個情況 這個事情的話 第一個就是反應過度了 那麼這個也就是說是 這個實際上的話 明顯的一個氣象氣球 把它搞成一個間諜氣球 因為那個時候 我看報導的時候 這個英國人就問一個問題 BBC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滿天空 布滿了一大堆的衛星 你不用衛星來拍 怎麼用這個還搞成氣球呢 這就是讓那個時候 就產生了懷疑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是他這個用途明顯 用途明顯就是要替布林肯 找個下台階 然後第三個的話 就是他的這個陰謀論 就是說是對於美國來講 美國是非常有名的 保護自己的利益的 現在俄亥歐洲 發生了這樣子的一個 幾十截車廂的這種 有毒氣體的這種洩漏 這還得了 所以說我必須要強調 這個事情對於美國的環保人士 被噤聲的 就不讓他說話 不讓他報導人非常多 因為美國這邊的話 有各式各樣的人的話 會講他不同的意見 但是美國的新聞 在我現在看來的話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 政治參與度不高 然後新聞的話 又有意的掩藏一些事實 所以說這邊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我只能夠判斷真正的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現在 他的聲望下跌 我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叫做美國債券 美國債券就是你這個國家的信用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話 我發債券沒人要 因為我發債券的信用不足 美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信用大國 美元霸權已經是長期 已經超過了70年的很有地位了 原來美元的霸權是寄在黃金上的 那現在的話又說 1970年的時候 尼克森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說不行 我們不搞黃金 這個成本太高了 所以美國基本上綁了石油 最後就綁在紙上面了 美國現在用他們亂發鈔票 所發行的債務 已經超過31萬億 31兆 然後他們自己每一年要付的利息 早就超過一兆了 美國還不起這個錢 不可能還這個錢 要還這個錢的話 要美國人勒緊腰帶10年 那怎麼可能的事情 所以基於這種情況 美國現在的新聞封鎖 這個美債的問題 就是美元的霸權是牽涉到每一個人 只要有能力圍堵這個新聞 那絕對不讓美國的聲望 能夠往下落 所以說基於這個緣故 不是找替罪羔羊 就是乾脆演得不報導 另外的話就給人家產生一種假象 因為至少美國夢還是很多人願意做的 美國人做美國夢的時候 願意把錢帶進去 可以緩解一下這個情況 但是美元的霸權能夠維持多久 實在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